僑委會旗下的海華文教基金會 今年首度舉辦 蹲點僑世界影像記錄活動 吸引了三十四個在海外進行 志工服務的團隊報名參與 經過評選後 一共有九支影像作品入圍決賽 最後的結果出爐 最佳影像獎的第一名 由前往太北地區服務的政治 大學團隊獲得 緬甸鄉村 太北老兵 馬來西亞華人歷史文物 移民僑胞在主流社會生活的景象 點點滴滴全都被影像記錄 在僑委會指導下 海華文教基金會 今年首度舉辦 蹲點僑世界志工服務影片徵求活動 號召所有前往海外進行志工服務的 台灣年輕人拍攝記錄影片 一共吸引三十四個隊伍報名 二十五支作品參賽 競爭相當激烈 經過初選共有九支作品入圍決賽 頒獎典禮當天宣布優勝者 現場嘉賓雲集 喬爾會副委員長田秋瑾 海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吳松柏 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 與立法院顧問高建志全都與會 田副委員長對於青年朋友 用自己的角度觀察世界相當讚許 台灣自從退出聯合國之後呢 事實上我們跟國際的這個聯繫越來越弱化 那我一直謹記在心的是 我們的年輕人事實上的國際經驗 越來越薄弱 這對於整個台灣的國際化是非常的不利的 所以當我看到這些同學們到國海外去服務 而且呢我是覺得說 他們不但這個付出 而且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獲得 我看到他們在整個團隊互動中 怎麼成長 然後他們自己的這個內在 經過反省又怎麼樣的這個蜕變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典禮上一一播放入圍影片 參賽志工們足跡從南非 美國 中南美的貝里斯 到鄰近的亞洲 太北 緬甸與印度都有 內容包括喬校教育 新移民新生 華裔第二代身份認同 以及社區服務點滴等等 所有志工都是大學在學生 卻透過寒暑假的機會深入當地 並用鏡頭寫下心得 接著由貴賓們宣布得獎團隊 最佳影片前三名得獎者 分別是政治大學的看見北方太陽 清華大學的啃廠博物館的故事 以及東吳大學的遇見 另外也選出三名服務獎 由文化大學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華語文志工團獲得 得獎學生各個喜出望外 很意外 因為一開始其實這個影片是我們的攝影剪的 然後我修了三四個版本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影片應該不只是要傳遞我們服務團隊 而是要把整個美食的都要帶到裡面去 所以我覺得我們影片可能 得獎應該是因為比較 講比較多在當地吧 我想 比較沒有太多是在講我們隊員 或者是我們團隊在做什麼事情 海華文教基金會鼓勵前往海外的志工們 一邊服務一邊做記錄了解 志工服務的精神與多樣化 同時也認識海外僑胞的奮鬥血淚史 更期待臺灣年輕人的身影 能深入世界各個角落 成為國家最有活力的外交大使 臺灣宏觀電視 陳琳瑋王德馨 台北採訪報導